便宜 轻便 方便 简便 作为一个第一次使用小米手环的用户 刚开始就对小米这两个APP非常的迷 一个是小米运动 一个是小米穿戴 里面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连接手环 给我一个最直白的感觉就是小米运动的界面太丑了 用起来也不流畅 可能是我85性能太落后了 就因为一个界面我就不想用它了 而小米穿戴就不一样了 界面非常的简洁 给我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每一个数据都是以卡片的形式展现 手表的表盘也很个性 EVA 初音未来 迷之战 科兰 海面宝宝等等 这些个性的表盘 个人角度觉得并不是好看 我更喜欢它这个自定义表盘 可以添加你喜欢的照片去设置表盘的背景 手表的界面的表盘也可以自定义功能小组线 主页 左边就是小爱同学 像我这种不是小米用户也可以使用小爱同学 也可以用回自己的Bitsbit 顶多就是一个哑巴和一个会说话的区别而已 主页向下滑就是心率 步数等等这些小功能 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小功能了 特殊一点呢就是这个遥控拍照 这功能的话我就觉得非常的简陋 这功能其实就是通过你的音量键去控制你的快门 通过相机设置把音量键改成变焦 就只能卡在0.9倍和一倍之间徘徊 反规桌面它还可以控制你手机的音量 但也是卡在那一格上下徘徊 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啊 做这个功能仅仅是为了方便拍照 再说了你要是用上笔拍照的话 这个价格可以确认一对人 下面手上5还形成了女性健康 谁说宅男就用不上的 随便乱填就可以进去 里面选择6月30号到7月4号月经期 7月9号到7月18号意运期 这个记录还是挺详细的 反正我自己差点都信了 这几天一直用下来都会保持记录 然后我也不会怎么关 既然它叫他的健康那他是谁 至于新加了几个什么划船机 椭圆机 花力无哨的功能 我一个都没有去用 因为我有自运动的时间 我都拿去睡觉了 所以说感知最强的还是AFC 什么门禁卡 公交卡 银行卡 这些都很方便 可能别人都付完钱 你还在那慢慢掏出 你那200多克的手机 根据小米最长图 屏幕最高亮度450尼特 在大太阳底下亮度拉满 靠近一点还是可以看清屏幕的 表带也非常的柔软 卡扣也不会像那99块钱的 同名手环非常的难扣 待它的时间一半都花在卡扣上面 有个小缺点就是 他这个米的传感器太突兀了 带久了手上会有他的米的专属印记 续航的话 从小右加拿回来到现在 也就充过一次电 换换说AFC版典型模式续航14天 个人感觉今时刻1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充电是10C式充电 都说是的要拆下米的充电 很麻烦 这次用上了10C 10C吸的很稳 掉在那充电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手环震动是 疯疯疯 在小米穿袋里面查找手环 这个马达声足够的响 经过一个信息体验 总结一下 一般大部分人和我一样 就是开个小区门 看看时间 查看一些没有必要回复的信息 里面一些花力无上的小过程 刚来的话我还用两下 现在是基本就不用了 手环这种东西一定要买AFC 没有AFC就和99块钱的 我们手环基本没什么区别 难不成我花189块钱看时间吗 AFC版也就229块钱吧 也不会 至于你想不想得到 那就是你技术问题 非小米品牌的手机 使用感觉还行 里面的小爱同学呢 只能做到小米穿袋 支持的功能 全线是没有必要必高 反正你就200多块钱的东西 没什么可以挑的 挑多了还以为我是来找茬的 好了 非小米手机 对小米手上 我AFC版 使用体验也就那么多 反正个人感觉还行吧 好 好 小米手机 谢谢大家